把高铁车站 北亿五公里 一起放在虹桥机场一起呢 这样把大交通结合起来 普通机场跟虹桥机场 之间的两场关线 是我们总归完了以后的 第一个公式的大项目 要开工的一个巨大项目 上来就是力争上游 还海纳百川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全媒体实景档客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年度巨限 11月27日起 每周一到中午中午十二点 市民与社会过渡 红桥枢纽呢 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03年的时候啊 当时啊 就是也是根据国家的 这么一个重点工程 要推进京户 就是北京到上海的 高速铁路的建设 我们就把红桥机场 原先所保留的两条跑道 1700米 就是缩短岛了 365米 在它的西侧 计算出了 7个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 那么那个时候啊 规划部门就在考虑了 汇通发开我等等 能不能把高铁车站 北亿五公里 一起放在红桥机场 一起呢 这样把大交通 结合起来 机场 我们的高速铁 我们的城间铁 同时 把我们市区的 我们怎么要把 五条轨道交通能够进去 当时考虑了五条 现在其实啊 二号线 十号线 都已经通车了嘛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又把地面的交通 以及道路网 能不能结合起来 这样的话 市政府的支持下 也得到了 铁道部的一个赞同 就形成了一个 二十六平方公里的 一个综合交通 红桥枢纽 同时也包含了一部分 就是红桥商务区 唐老师啊 您是2035规划的 核心专家成员了 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你啊 比如这里边有很多 很新鲜的词汇 你们最后把上海 定了为了什么支撑 什么支撑啊 最重要的 我特别想问你 这个卓越 有没有 你们最后怎么定下来 这个叫全球卓越城市的 我们分析以后呢 觉得上海作为一个 全球城市呢 它既有优势 又有劣势 我们的优势呢 如果说全球城市 我的解读是 有三个实力纬度 和四个能力纬度 三个实力纬度 就是经济影响力 科技影响力 和文化影响力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上海相对而言呢 经济影响力比较大 都要形成全方位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对标城市 像纽约啊 伦敦啊 这样真正在全球 具有支配能力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把经济纬度上 要更多地培育 本土的跨工事 或者独角色企业 就是我们要发力 不仅仅是我们是个 被辐射 我们被辐射 我们是个门户 门户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除了门户 我们要成为中心 现在不是说 进一步要优化 营商环境 我们的物质资本 尽管已经不错 还要优化 所以我们有没有 大家注意到 总归完成以后的第一个公式的中大项目是什么 就是毛主张刚才说的 浦东机场跟宏桥机场之间的两场怪线 是我们总归完了以后的第一个公式的大项目 要开工的一个巨大项目 如果有了这个快线 我们把红桥的内向的一个门户 跟我们普通的外向门户 我们两个算面就连接起来了 然后我们的环境要进一步改善 所以我们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央这次把我们上升到国家战略 上来就是力争上游 海 海纳百川 是我们需要大家更多面向 国际国内的大市场大平台 比如刚才讲的像进博会啊这些 就这些平台机构越多呢 上海的能级水平就越高 上海这个城市 它的核心竞争力也就越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